接下來我要寫兩個按鈕 所以這兩個按鈕一個按下清除 就是把這些公式通通都清掉 按這個按鈕就是把清除的這七個公式 再把它輸出 應該很簡單 所以要怎麼如何寫 第一個我是建議你可以寫清楚 但是你不要先按下去 因為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把資料全部清空 那你要複製這些公式 變成你就沒得複製了 因為我還要再輸出 所以我們可以先寫清除的程式 然後再寫考評 因為清除跟考評的程式 它基本上90%是長一樣的 它只有一點點地方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程式你可以先寫一個 然後複製貼上 改另外一個名稱就好了 那接下來要如何鑽寫 首先第一個 一樣先到開發人員 然後video basic這個打開 第二步 還記得 我們建議你可以把video basic 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就是它浮動在上面 不要太大 那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後面的e-sale 去寫出對應的程式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把它放到最大 你根本看不到你怎麼寫 所以我的習慣是我會把它縮小 縮小到這邊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開啟video basic之後 要做什麼 怎麼寫 第一步的話記得 按右鍵 插那個模組 也就是說程式 一定是寫在模組裡面 這個固定步驟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寫一個 先寫清除好了 清除怎麼寫 開頭記得 先打一個sub 然後呢 如果你要寫個按鈕叫清除 很簡單嘛 空格後面就是給它一個名稱叫清除就好了 好 這樣OK了 sub清除 Enter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頭尾就有了 好 那你就寫 寫了一個空的一個sub的程式 那這個sub的顧名 有點像是指程式吧 你可以 或者一般有翻譯叫副程式 有沒有 sub嘛 下一層的 那這個sub是相較於模組 也就是模組的下一層 它有寫的一個程式 OK 那這個程式將來對應就是一個按鈕 目前是沒有作用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是要把這個 有沒有 這裡面的資料給清空 所以我要怎麼清空 那我的清空的範圍 其實基本上是從第幾列 從第三列 有沒有 那到砍錯向下 砍錯向下是40 所以理論上呢 我是要把 B欄的 這個B3 一直到B40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都把它清空 所以理論上我們一般習慣 我會跟它講範圍 按個TAB鍵 打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要從 所以打一個4 4的話呢 就是一個回圈 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從第三列 一直到40列 產生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名稱叫I forI等於第三列 空一格 到第40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OK 那NAS 後面其實有個NAS I啦 不過這個I不用加啦 意思是什麼呢 它會先幫你產生 這個清單裡面的第一個是3 下一個它會彈回去之後 會幫你產生下一個NAS 下一個叫什麼 再加1 下一個叫4 在NAS變成5 一直到40 OK 所以喔 I的這個變數會不斷的改變 OK 就是範圍是3到40就對了 那意思是說 I可以把NAS後面這個不用加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在復圍圈裡面按個TAB鍵 所以這裡按個TAB鍵 然後跟它講說 我要清除這個範圍的資料 所以你跟它講說 那這邊我們接下來可以跟它講說 哪一個儲存格 我要的儲存格 就是 Sales後面的話 它會跳哪一列 列的話就是用I來代替 所以它會變 3到40 逗點 哪一欄呢 我要把B欄 B欄裡面的資料清空的話 那我跟它講說B欄 那清空的話就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如果假設我現在這樣把程式執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 B3一直到B40裡面清空 OK 不過我先不要執行 因為我怕我一直 或者我先把公司先複製下來 怕我等一下要重來一遍 如果我現在執行會怎麼樣 我執行給各位看 我按一個8好了 租行執行 這樣比較慢 比較可以看到細節 那你可以看到I現在等於說 I等於3 所以這個指的是B3的儲存格裡面 幫我放一個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的話呢 那意思是什麼 就清空嘛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清空了 那如果NS 這個I的話呢 裡面就變成4了 所以E4就是B4啦 B4裡面再幫我放一個沒資料 那又清空了 所以以此類推 有沒有 底下一直清 那它會跑到哪裡停下來呢 跑到40就停下來 OK E4全部清空 我就先停下來 我就先不要執行 因為我怕一直執行 我等一下又要重新再來了 OK 把它拉回來 然後又恢復了 好 那總統的道理 如果D1跟K到N有沒有 那我們要怎麼做 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把他們其他欄位都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把這一個 這一行先復制貼過來 那如果你假設要連什麼 這個D欄也把它清掉的話 那你就把這邊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 這樣執行的話 它就會先清 清這邊 再清這邊 因此類推一直清就對了 它有什麼E嘛 所以我們就一樣 把這一檔 這邊把它貼過來 然後這邊改成E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KLMM 所以你就是乾脆先貼好了 貼四個 然後分別把這邊改成K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移下來這邊可以看得到 KLMM你就照著打 好 這樣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 那我建議不要執行 因為你執行 它就會把你修公司都清掉了 當然我們等一下還要做一件事情 按下考評又讓它恢復 那跟各位講 考評跟清除 基本上程式90%一樣 所以你接下來如果清除寫完之後 記得不要先執行 你看複詞之後 請你再把公司 這個程式貼到底下 那貼到底下之後的話 把它名稱改成什麼 這個名稱直接改成叫考評 好 改成這個啦 OK 好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後面給的是兩個雙以後 就是沒有資料 清清楚的意思 那這個後面放的就公式 所以下一個步驟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 還有一直到底下的公式 記得是B3 D3 一直到N3 的公式 直接呢 把它複製之後 再按個前面的取消 才能切過來 因為你看Videobase切不過來 所以取消 再切到Videobase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因為有7個啦 所以其實還蠻機械化的 1 先選起來複製 取消 2的話 V就Basic 再把它貼 貼就是針對 它是哪一個欄位 你就貼哪一個欄的 這邊把它貼上 OK 以此類推 所以這邊 Ctrl C 取消 切過來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一樣 這個是 換成K的 K我這邊是用 我這邊是用 意思一樣 把它Ctrl C 或者你用Average也可以 取消 然後把它貼過來 然後再來的話 變成 貼 這兩個貼 要換這一個 完成 但是呢 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把它清 我把它按清除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 它瞬間應該就全部清掉了 有沒有 全部清掉了 底下有沒有 底下就沒有了 全部清空了 有沒有 如果接下來的話 如果把剛剛的公司再輸出 記得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你貼的時候 記得不要貼錯 你貼錯去執行 應該公司也會出錯 因為我記得 好像之前有同學 出什麼錯誤 他看到這邊有等號 他就認為說 這個等號不用 沒有 反正 一定會 那個等號不能省略 OK 反正它是什麼公式 你貼到雙贏號裡面 就是什麼公式 但是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出現 奇怪為什麼這邊全部都是什麼 長一樣的 都是第一名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貼的公式 這邊的A3有沒有 應該怎麼樣呢 讓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應該是什麼 這個A3 那下一個應該是變A4 下一個變A5 有沒有 那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不能多A3 所以向下填滿 應該是這個是A3 下一個應該A4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再把那個 這個地方 A3的3 要把它改成 能夠讓它 自動換成加1 那怎麼讓它加1 OK 所以其實 主要是能夠把 把I這個變數 放到這個3 的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假設 直接改成I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文字 OK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直接把它放進來 你當意思行 它一定會出錯 它會看不懂 這什麼東西 它變成AI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I 放進來的話 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一個方式 就是你必須把A3的3 先切開來 然後把I放進去 但是那個方法其實 解釋起來有點複雜 所以我後來好像請大家背個口訣 那個口訣就是先雙引號兩個 就是先選取A3的3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把這個變數 放在這兩個文字的中間 記得呢 M的符號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OK了 把A3的3 變成像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樣 先一開始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然後再把M的前後 加空白 這樣OK了 所以這邊 所以這個都 這個都要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A3 F3 G3 有沒有 I3 這個都要 通常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程式就完成了 那當然 有沒有什麼 比較快一點的方式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把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有沒有 然後看到3把它貼上 如果你假設你不太熟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慢慢來沒關係 所以這個 這個 G3 然後底下的話 還有就是 H3 這邊都一樣 所以以此類推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 第一步去開發 先插入一個模組 先寫這個 清楚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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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